Scratch 教学 做一个追逐游戏。 从本集您可以学习制作一个含有变数以储存得分的游戏。 演示 舞台 舞台是可以在场景上显示的背景图。 它类似于造型,只不过是在舞台上显示。 它们位于舞台资料库中。 动作积木 动作积木是 Scratch 积木的十个类别之一。 它们的颜色编码是中蓝色,用于控制角色的移动,仅适用于角色。 方向键 移动角色时,我们通常使用电脑上的方向键。 这是向左右移动的方法。 1. 选择舞台 2. 选择一个角色,例如 Robot。 3. 选择当,键背按下事件积木。 4. 从选单中选择,向右。 5. 插入动作积木中的,X 改变积木。 6. 从选单中选择左键头,然后将,X 改变,的时设为,-10。 7. 按下,当向左键背按下控制积木,然后观察机器人是否向左移动。 7. 控制积木。 控制积木以所需的方式运作专案的基本流程,无论是组织的还是意外的。 8. 运算积木。 8. 运算积木为浅绿色的颜色编码,用于编写数学方程式和字串处理的脚本。 变数 变数是记录在Scratch 内存中的可变值。 与列表不同,变数一次只能保存一个值。 加入一个角色来追逐。 1. 添加一个角色,例如Star。 2. 从控制积木中添加重复无限次积木。 3. 将动作积木中的滑行积木添加到控制积木。 4. 按下绿色起标,使Star随机移动。 5. 回到机器人,按事件积木以追逐星星。 5. 玩积木。 移动角色。 要移动角色,我们需要试剪积木和运动积木的组合。 我们使用右箭头将角色向右移动,并且使,X 改变的值为正。 我们使用左箭头将角色向左移动,并且使,X 改变的值为负。 我们如何上下移动角色呢? 我们使用向上箭头将角色向上移动,并且使,X 改变的值为负。 我们使用向下箭头向下移动角色,并且使,X 改变的值为负。 5. 追逐角色。 追逐角色时,我们按箭头键移动追逐者。 你们会玩吗? 我会。 我会。 创造。 添加音效。 现在我们要为游戏添加声音。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重复无限次控制积木。 然后,我们插入一个,如果。 那么控制积木。 将侦测积木插入,如果。 那么积木。 从选担中选择音效。 单击绿色起标开始游戏。 当星星撞到边缘时,您可以为其添加其他声音吗? 添加分数。 现在我们要记录游戏的得分。 现在我们要记录游戏的得分。 我们需要做一个变数来记录。 将此变数命名为Score,然后单击OK。 从选担中选择Score。 1. 使用设定变数积木将分数重置为0。 2. 使用更改变数积木增加分数。 按绿色起标开始玩游戏。 升级。 选择第二个舞台,例如Nebula。 选择您的第一个舞台。 将Score 积木插入运算类别的,等于积木中。 选择要切换到的舞台。 选择一种音效。 单击绿色起标开始游戏。 单击绿色起标开始游戏。 6. 章谱。 4. 章谱。 很大。 2. 章谱。 1. 章谱。 2. 章谱。 1. 章谱。 2. 章谱。 你们能为这游戏增加一局吗?